今天开始东北风逐渐会影响到台湾 银风面水气都增多了 从清晨6点开始 基隆市的中阵区 三小时的雨量已经达到了101.5毫米了 达到豪雨的标准 我们从画面中也可以看到了 基隆的地区多处都传出了 积水跟淹水的灾情 整条马路在早上的时候 都直接变成了一个小黄河 积水夹带了黄沙跟泥土 滚滚泥流冲刷 清洁人员也赶紧到现场来处理 可以看到水深基本上 已经到了脚踝以上 不过究竟为什么又会开始下雨呢 马上带你来关心 因为又有台风要来了 由于现在会在台湾东南边的热带系统 预估周末它有可能会增强 变成了燕子台风 主要清晨水也指出了 周六周日是最关键的时间 关系着未来的路径与强度的发展 预计下周一会往北走 下周二下周三会最接近台湾的陆地 对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会影响最大了 而且雨势明显会增加的 也可能会扩及到中部以北的地区 强度恐怕会达到中度台风以上 不过路线可能会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 开始慢慢的移动 对台湾的威胁真的蛮大的 不过目前各国的预报比较分歧一点点 预测可能会在周末行程清台 开始往北周日下周一往北慢慢的靠近台湾跟巴士海峡 以及东南的海面上 下周二周三会比较靠近台湾的东北部 下周三跟下周四呢 可能会沿着台湾的东北的方向来离开 在这段时间会对台湾的东部还有北部地区 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 不过现在呢 美国模式是预测了路径会更靠近 甚至有可能会直接的通过台湾 下周一到下周三可能会有比中度还强的台湾在台湾附近 而天气分析师吴胜宇也说了 根据欧洲模式的资料可以看到了 周末就会成为热带性地气啊 或者是台湾 而且发展后系统的大小也是很关键的 如果比较小的话 偏西的分量就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 也会更加的靠近台湾 不过吴胜宇也提到了 这个系统应该过去就会过去了 后续不会再有西南风或是低压带来拖拖拉拉的 不过呢 西北太平洋的台风陆续生成的旺季 恐怕也会告一段落了 只是呢 这个雨到底会怎么下 这几天的天气会怎么样呢 但你们来看到了 今天跟周五呢 封面会移到东部的海面上 虽然呢 结构不强 但环境风场是东北风 侠带比较多的水汽 水汽会增多 下午开始呢 东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 跟东北部的山区 都会有局部的大雨 到了明天呢 雨区会稍微的扩大 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东北部跟东部 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 而中南部山区 也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了 但是呢 但您看到来到了周六跟周日呢 东北风会持续的再增强 加上呢 热带性低气压 或者是台风的外围环流 会开始影响到台湾 特别是介绍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呢 还有加以南 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而来到了下周一到下周三呢 热带系统会更靠近台湾了 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降雨会逐渐地增加 特别是东半部地区可以看到了 雨势会逐渐地增强 而且持续 不过呢 也带您来关心目前温度的状况了 因为原先预估了 10月会有照冷的空气南下 但是因为现在热带系统的发展 所以天气转梁 恐怕还要再等一下下了 只是呢 也提醒观众朋友 这几天出门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细带雨具了 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 两岸关系如今更紧张了吗 总统赖晋得 在纽约发表了专题的演说 重申了 民主台湾与专制中国互不隶属 并谴责中国 透过了恶意扭曲联大的 2758后军役 与一中原则不当的连结 抹杀了台湾 参与联合国体系 与其他国际场域的权力了 同时他还强调了 台湾将会积极地推动 和平四大支柱的行动方案 以不卑不亢的态度 维持台海的现状 继续致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而驻美代表玉大雷也说了 中国持续与经济胁迫跟热智作战的灰色地带 恐吓台湾 不仅威胁了台海的和平稳定 跟全球的安全发展 更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了 只是赖晋得前一天才喊话说 自己不会签和平协议 如今又奉了一把火 似乎也更加牵动 从他520上阵之后 两岸的敏感神经了 加上现在两岸都要准备还净国庆日了 面对赖晋得的放话 中国似乎也开始有动作了 相隔44年 共军昨天向太平洋 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 各国预估了飞弹的落顶 会在夏威夷南方澳洲附近的公海 由于共军鲜少向国际水域 来试射弹道的飞弹 虽然中国声称了 这次试射是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 但是从共军的历史上来看 既不例行也非年度的计划 由于中国近年来 在南海台海等等的议题上 跟美国的关系都十分的紧张 读位智库的分析师都认为了 这是向美国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讯号 而戴江大学的战略所的教授林颖佑也分析了 中共这波试射可能打算在国庆前 展现了火箭军的作战实力 更要对内证明了火箭军 并未因为前一波的整肃而影响到他们的能力 林颖也指出了 苏利文访中期间表达了美国总统拜登 希望跟习近平进行了谈话 此时试射飞弹 也或许是对拜习对话前的下马威了 并为习近平在对话之前 多争取了一些些的筹码 而国防军家苏子云也说了 推测中共试射应该是目前最新 射车最远的东风41型的洲际弹导飞弹 特别的是中共过去都在内陆来试射飞弹 这一次却向太平洋的方向发射 他认为了中共一方面是要验证飞弹相关的技术 同时向美国侍卫的意味真的很浓厚了 而中国在军武上真的动作平平 因为根据陆媒报道了 中国在福建舰的航母出海之后 开展第四次的海市 辽宁舰的航母编队也赶赴菲律宾海 进行了远航的实现之后 央视又提到了 山东舰的编队也在南海附近活动了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三艘航母 破天荒的同时出海 如此狠近的局面 就连美国军事媒体也惊叹了 认为中国三航母同时可以出海 代表中国海军的存在跟能力是不断的在增强 更重要的是 中国两艘现役的航母同时出海 已经成为常态了 因为今年夏季的三个月内 就进行了三次这样的双航母实战部署了 而在赖金德的演出影片曝光之后 中国昨天在台海周围执行了沿海的长航 并且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 国文部统计了 从昨天到今天清晨6点为止 发现有43架次的中共军机 8艘次的中共军舰 持续在台海的周边活动 其中34架次的共机 是跨越了台海的中线 进入到西南还有东部的空域活动了 同时环球时报也报道了 日本的联号驱逐舰 澳洲的雪梨号驱逐舰 还有纽约的补给舰 在昨天都过了台湾海峡 只是中国解放军对齐是全程的跟肩警戒 掌握一切的状况 如今随着两岸不停的放话 加上美国总统大雪接近了 两岸之间如何对话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 甚至是军事的安全 或许是现在当今政府的烫手山运额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波资讯 双铁的票价现在都要涨了吗 台铁争取调涨票价 眼里票价涨幅来到35.62% 40.41%跟44.52%有三个方案 如今高铁票价似乎也沉沉欲动了 因2026年的资金缺口将达了高峰 未来高铁有可能评估提出票价调整 对此交道部长陈世凯 今天也首度的表态 说尊重高铁公司的治理 不过基于公共运输的责任 还是鼓励民众要多搭乘 少开车 也希望高铁可以纳入口聊 只是台铁产业工汉之前就批评了 他们的公司董事长杜威 为自己加薪四成 还以督导台铁改革申请继大功 杜威今天回应了 不是他自己要扎薪 而且台铁已经是国营事业了 金资比照则是国营事业的 相关法规的规定 至于继工的一件事情 依然需要等待董事会讨论 之后还要报交通部来核定 目前并没有确定 但是台铁公司化上落九个多月 先后报出了董总先扎薪 员工出勤长的便利劝 还有董总以督导台铁公司化 转型为名义 申请大功一支 引发了重怒 如今立委新会期开议后 立委汪宏威今天在立法院资讯的时候 也指出了 他问交通部长陈世凯 等于市场薪水比照国营事业 相较之前加薪四成 但是台铁员工薪资 却是交通部所瞎的 国营事业单位中最低的 基层薪资也应该比照 要国营事业才对 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 也同意要比照了 并说从业人员优先来加薪 因为现在薪资确实偏低 因此已经在努力针对细节来做沟通了 只是王宏威也说了 台铁公司化之后一直都有缺工的情况 但问题不在招考 而是率先已经录取的员工不去报道 因此台铁一直处于缺工的状态 认为交通部应该要承诺台铁的员工比照董事长 交通部其他所有的国营事业 全体都要来加薪 只是或许就是因为台湾普遍的薪水 还是没有跟上现在物价上扬的速度 导致许多年长者依然不敢退休 汇泊银行就访问了全球不同世代的富裕投资人 报告发现了 有51%的台湾受访者 认为自己的退休准备不足 高于亚洲的平均比例是42% 而且有高达6成的受访者都说了 在退休之后依然愿意持续的工作 维持稳定的现金流 在现有的所有调查市场当中比例是最高的 反映说台湾这一块的族群 对长寿带来的财务挑战感到十分的不安 而且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 不过对退休存款需求调查上 报告也发现了 台湾认为如果要安稳退休的话 至少需要准备93万美元 位居11个调查市场当中的第四高 而最高的是美国的113万美元 香港108万美元是排名第二 新加坡98万美元是排名第三 不过我们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了 无论是44岁到69岁的X世代 还是25岁到43岁的Z世代 会退休准备好都成为这两个世代的 主要财务目标之一了 只是如今工作的终点 如何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又或许成为很多人追逐的目标之一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